我们今天介绍一种生物 对 八哥 外来种的八哥 那这只八哥是捡到的 然后捡到以后呢 因为现在是外面八哥是蛮多的 那捡到以后呢 就收鞭啦 那他现在还是小朋友 捡到现在大概距离 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吧 不过他现在长成这样子 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动活泼 八哥的好处大概就是 他的互动性非常的强 那非常的粘人 有些听说有些不会那么粘人 但是他相对也比较粘人 那所以他当时会被当成宠物鸟 也是有他的原因之一 不过因为外来种跑到外面去 然后受成大量的繁殖 所以很多人会捡到 那捡到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到野鸟鞋 会去的时候 其实他会请你把它放到原处 或者是请人收养 因为他毕竟不是台湾的鸟类 如果台湾鸟类的话 如果他受伤的话 台湾有那种野鸟救援的单位 他就帮他治疗 虽然治疗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还是会帮他治疗 那这种外来种他就会说自生自灭吧 因为他是外来种 那反正就只有两个状况 一个就是你养他 不要再让他出去 那第二个就是放为野外自灭 自生自灭 对不对 那这种小型的如果你放为野外 是不是死定了 对 那所以呢 就把它养起来了 八哥其实互动性非常的好 那你看他现在就是肚子饿 现在 吃在小一点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在照顾他 因为 嗯 这种八哥 你只要养过鸟 就知道小型鸟 他所需要的吃的时间非常的短 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要吃一次 他现在比较大了 大概可以到四个小时左右吃一次 小时候的话 大概就是两个小时位置 两个小时位置 一天要喂个八次左右 非常非常的多 那现在比较大一点点的可以降到四四五只 因为他每次吃量可以比较多了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现在还小 还是小朋友一只 那非常的好奇 非常的皮 那所以呢 嗯 他一直爬上来 所以呢 假设这种东西就很麻烦 因为他就是外来种 那所以 要怎么讲呢 基本上 就是不要让他带出去 就乖乖的养他 对就是这样子 好 OK 大概是这样子啦 那所介绍的就是他 他现在一直爬到我身上来 就是 完全不受控 完全不受控 所以镜头下是完全空白的 对不对 来 下来 好 好 那 基本上这个叫做加巴格啦 因为他 你看 他只是一看 他眼睛就没有一个框 对不对 他最后会变成红黄色的 那加巴格原产应该是泰国的一种品种 所以呢 嗯 就是 我好像有分成加巴格跟白尾巴格 那台湾的巴格 嘴巴是象牙白的颜色 是保育类的 不能养 那记得如果你看到象牙白的颜色 那个就是台湾巴格 那个就可以送别人两学会去了 他们就会收 那这种加巴格呢 或者是白尾巴格 它就是外来种 现在非常非常多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就外来种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养的什么什么鹦鹉啊 养花大部分也都是外来种 所以其实 现在 其实外来种跟外来入侵种又有差别 像我们所养的很多都是外来种 像我们吃的稻米 小麦 那个也都是外来种 但是它没有当 没有变成外来入侵种 外来入侵种就是它会对 我们的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个我们称为外来入侵种 所以其实 这两个层次还是有差别的 那假设你想要了解巴格的话 我再把相关的连结放在右上方 你再连过去看 我之前有做一支影片 专门在讲巴格 好 那当然 当宠物又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看到 像最近都会有人捡到巴格 那 有些人就会知道 有用巴格交流社团 他就会把它放在那边 让人家认养 那养了以后 就不要让它回到野外啦 概念就是这样 跟流浪猫流浪狗的概念一样 是流浪猫流浪狗也是外来种 也是外来种 甚至也是外来入侵种 造成环境的影响 好 OK 感谢收看我们再见 拜拜